我們看歷史記憶 他說如這個圖 邊長是5的正方形 邊長是5 然後把它分割成小正方形 正方形可能是一單位的 邊長一單位的可能是兩單位等等 他說圖中共有幾個正方形 首先我們看 一單位的 重小正方形有幾個 就是說5乘以5 5乘以5 所有25個 我們看 邊長是兩單位的 邊長是兩單位的話 總共有幾個 我們看 這裡的話 這裡算的話可以這樣 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所以這邊的話 能夠取什麼呢? 取到兩單位的 他的狀況數有幾種呢? 取到兩單位的狀況數有多少? 有 1234 有四種情況 這邊的話 取到兩單位的狀況數有幾種呢? 1234 四 也有四種 然後我這邊 取兩單位 這個兩單位要連著的兩單位 你不理這裡取一單位 這裡取一單位 說這樣兩單位不行 要連著兩單位 這裡取兩單位 隨便取兩單位 這裡再舉兩單位 他的交叉 就是一個正方形 所以答案就是 這個的話有四種情況 四乘以四的話 就等於16種 16種情況的話 可以分割出16個呢? 這種呢? 邊廠這兩單位的正方形 再我們看三單位 邊廠是三單位 這種情況是有多少? 三個 一 二 三種情況 三 再乘以一致 這個也有三種情況 一 二 三 乘以三 所以這有九種情況 好 再我們看四種的 四的話 那四的話 依此類推 四的話就是 四個 再來四個 這二乘二 四的話 就有二乘二 這等於四 五的話就只有一種 所以一乘一 所以等於一 所以你會發現 事實上它有一個規律 就五的平方 四的平方 三的平方 二的平方 一的平方 所以我們有一個公式 你如果這個邊廠的話 它是n個單位 都是n個單位的話 那這樣的話呢 它可以總共割出多少種呢? 割出幾個正方形 就是n平方 加n-1平方 點點 加上2平方 加上1平方 它是有公式的 這六分之多 n加1 2n加1 我們直接可以把它算出來 現在這個n-1是5 6分之5 乘以6 再乘以多少 我得是11 所以總共有多少 總共有55個 總共有55個 再乘以5分之5 4分之7 8分之7 4分之7 5分之9 f4分之7 8分之9